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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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灵感来源都是什么 这个一会儿要好好问问他 通常一般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到处去听去看去学去感受 还有一种很普遍的就是亲身经历 你这首歌是哪一种 是别人的故事呢 还是自己的故事 因为我们家的附近呢 有一个很大的和堂 当然在我每次这个开心或者不开心的时候 我都会走到和堂边 对着他喃喃自语 自言自语地跟他好像诉说一样的 当时在这个时间 我也注意到了一个女孩子 注意到一个女孩子 在这个时间当中呢 我相识 相知 相念 因为这首歌吗 对 她就是那个在你边上听你唱歌的那个女孩 对 路人 然后你们就爱上了 所以现在还在一起吗 在这个四季和堂的见证下 我们成为了夫妻 天哪 你信吗 你信吗 我怎么觉得这个有点像不太实际的故事 真的吗 真的吗 所以你们现在还结婚了 结婚了 我老婆在现场 女主角在现场 谁呢 谁是那个女主角 回顾一下当时的唱歌 就是在和堂当中 你悠闲地在和堂边散着步 我的天哪 突然听到 哇 好动人的音乐 哇 哇 不是孩子 哇 哇 你当时怎么唱 哇 哇 四季和堂无边月色 好一副单情的水梦 是谁在唱 雨打脸也出凛落 我有点激动 然后你就慢慢地走向了她 是吗 你就把它挽起来了 这么快 我觉得只有在那个逢雷的电影当中 我才能出现这样的一个场景 对 这基本上都是太戏剧化了 但是我能感受到她们那种快乐 我能问一下 姑娘你是做什么的吗 你怎么会被这样的歌声打动 我呀 我现在我是跳舞的 怪不得 学艺术的 有没有为老婆写首歌 这个四季和堂 是我的第一部曲 我现在一直在酝酿 我的第二部曲 我的第二部曲叫 我的好媳妇 太直接了 我的好媳妇 我要谢谢你 请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会的 这辈子有心结为连理 下辈子我们还要做父亲 下辈子你做父亲 我做亲 三生三世都要在一起 今天专门从我自己家的一个小桌房 带过来的豆笋 这笋是我们家的一个传统的工艺 把这个豆子打成豆浆 用一个大锅 然后把它沸腾之后 用个棍子 然后这样把它 卷起来 卷起来 好 卷起来之后 就像一根笋子 你快点说 你的豆笋快被吃完了 这个笋子是无添加任何的添加剂 这是纯天然 纯天然绿色的美食 观众已经开始擦口水了 这个蛋白质非常的高 好 这是我第一次吃豆腐 当然也是我们四川的一个 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五号学生